18.4怀孕与生育 人的分娩是最大的设计失误 人体简史 作者因比尔布莱森 翻译驴家 人类分娩的问题是头盆不撑 用简单的话来说 婴儿的脑袋太大 无法顺利通过产道 任何母亲都可证明这一点 女性的产道平均比新生儿头部的宽度 占2.5厘米 使她成了自然界里最痛苦的2.5厘米 为了挤着穿过这个狭窄的空间 婴儿必须完成一项近乎荒唐的挑战 随着她在骨盆内的前进 实现90度的转身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挑战了智能设计的概念 那就是分娩 不管多么虔诚 没有哪个女人会在生孩子的时候说 主啊 感谢您替我设计了这样的结构 大自然给予的协助是 婴儿的脑袋有一定的压缩性 因为此时头骨还没有融合成 单独的一块板子 如此大费周章的原因是 为了让直立行走成为可能 骨盆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设计调整 这使得人类的分娩变得更加艰难和漫长 有些林长类动物几分钟内就可完成分娩 对于如此的轻松 人类女性渴望不可求 再让分娩过程变得可以忍受 这方面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小得惊人 2016年自然杂志指出 现代女性在分娩时可以选择的止痛方法 跟她们的曾祖母基本相同 气体阵痛 注射派TD 一种阿片类药物 要不就是硬模外麻醉 按几项研究的说法 女性并不太擅长记住分娩时疼痛的严重程度 可以肯定这是一种针对她们未来生育 做准备的心理防御机制 婴儿离开子宫时是无菌的 或一般认为如此 但当她通过产道时 会得到母亲个人微生物的擦洗 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 女性婴道微生物菌的重要性和性质 通过剖宫产出生的婴儿 未能经历这一初始清洗的环节 可能会对其造成深远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破公产出生的人 患一型糖尿病哮喘腹腔疾病 甚至肥胖症的风险大大增加 过敏的风险也提高了八倍 破公产婴儿最终会获得 与顺产婴儿相同的微生物组合 一年后 养者的微生物群大都就难以区分了 但一开始就接触微生物 会造就长期差异 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和医院可以对剖宫产 收取比顺产更高的费用 而女性往往希望知道 确切的分娩时间 这很好理解 如今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妇女 选择剖宫产 超过60%的剖宫产 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出于医疗必需 在巴西近60%的分娩是剖宫产 在英国 这一比例为23% 在荷兰 这一比例为13% 如果仅仅是出于医疗原因 这一比例 应该在5%到10至今 其余有用的微生物来自母亲的皮肤 纽约大学的教授 兼医生 马丁布雷斯认为 因而一出生 就急于清理卫生 实际上 反倒有可能弄没了他们的保护性微生物 最重要的是 大约每十名妇女中 就有四名在分娩期间服用抗生素 这意味着 医生在婴儿获得微生物期间 就在向这些微生物宣战 我们不知道 这对婴儿的长期健康有什么影响 但很可能不会太好 已经有人担心 某些有益的细菌 濒临灭绝 婴儿双起感菌 是母乳中的一种重要微生物 在发展中国家 高达90%的儿童体内 可发现这种细菌 而在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仅为30% 无论是否剖工产到一岁时 普通婴儿已积累了 大约一百万亿格微生物 或据估计如此 但到了这个时候 出于未知的原因 似乎已经无法逆转 这孩子患上某些疾病的倾向了 幼儿生活最离奇的一个特点是 哺乳的母亲在奶水中 产生超过200种婴儿 无法消化的复合糖 正式名称叫低聚糖无法消化 是因为人类缺乏必要的酶 低聚糖的产生 完全是为了婴儿肠道微生物着想 实际上相当于是对微生物行贿 除了培养共生细菌外 母乳中还充满了抗体 有证据表明 哺乳的母亲 会通过乳腺导拐吸收婴儿的吐液 通过免疫系统进行分析 根据婴儿的需要 调整抗体的数量和类型 生命是不是很神奇 1962年 只有20%的美国妇女 以母乳方式喂养婴儿 1977年 这一比例增加到40% 但明显仍是少数 如今近80%的美国女性 在分泌后以母乳喂养 但这一比例到了产后6个月便降至49% 一年后降至27% 在英国这一比例从81%开始 6个月后降至34% 一年后降至仅0.5% 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在较贫穷的国家 长期以来 广告一直向许多妇女宣传 说婴儿配方奶粉比他们自己的母乳更有利于婴儿 但是配方奶粉很贵 所以母亲常把奶粉调得很淡 好维持更长时间 有时候 他们能接触到的唯一水源 比母乳脏得多 结果往往导致儿童死亡率提高 尽管近年来 配方奶粉有了很大的改进 但任何配方奶粉都不可能完全复制母乳的免疫益处 2018年夏天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当局 反对一项鼓励母乳喂养的国际决议 在大量医学健康权威人士当中引发不满 据报道 特朗普政府还威胁发起该倡议的恶瓜多尔 说如不改变立场 美国便将对其实施贸易制裁 批评家们和愤世嫉俗者指出 每年价值700亿美元的婴儿配方奶粉行业 可能扮演了决定美国立场的幕后推手 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 否认了这一看法 说美国仅仅是为了保护妇女 方便她们为自己的孩子做出最合适的营养选择 以免她们无法获取配方奶 前述国际决议实在没这么强大的影响力 1986年南安普顿大学教授大维巴克 提出了著名的巴克假说 或者稍微绕口一点的 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理论 流行病学家巴克假设 子宫内发生的事情 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健康和福祉 2013年她在去世前不久表示 每种器官都有一个通常极短的关键期 在这个时期内 器官会进行发育 不同器官的关键期不同 出生之后 只有肝脏 大脑和免疫系统能保持可塑性 其他的所有器官都定型了 现在 大多数权威人士将这一关键的脆弱期 放得更宽泛了一些 从你孕育的那一刻 直到你的两岁生日日后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最初一千天 这也就是说 在你人生相对短暂的行程期 所发生的事情 会对你未来几十年后生活的舒适程度 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一倾向的著名例子 来自荷兰的一项研究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 1944年冬天经历了严重饥荒的荷兰人 当时纳粹德国阻止粮食进入 仍属荷兰控制的地区 饥荒期间受孕的婴儿 出生时体重出奇的正常 推测起来是因为孩子的母亲 本能地将营养转移到了正在发育的胎儿身上 自年德国投降荷兰的饥荒结束 发育中的孩子们 值得跟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样健康 让所有人高兴的是这一批孩子 似乎摆脱了大饥荒的所有影响 跟其他地方出生在压力较小环境下的儿童 没有什么区别 但随后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事情 等这一批孩子到了五六十岁 跟同时出生在其他地方的孩子相比 饥荒儿童患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一倍 患癌症 糖尿病和其他危急生命的疾病的概率也增加了 如今 新生婴儿来到这世界 非但不会营养不良 反而营养过剩 他们的家庭不光吃的更多 锻炼的更少 而且更容易受到贫穷生活方式 所带来的疾病威胁 有人认为 今天长大的孩子 将成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代 比父母寿命 更短更不健康的人 看起来 我们不光因为吃 把自己早早送进了坟墓 还养育了一代 跟着我们一起跳入坟墓的孩子 在eral停and ним 跟着用坟墓的孩子 以于中国 带来跟着 衣服滓